大家好 我們這一集繼續學習一下 手機設定的其他功能 因為現在我用的手機已經是安卓9的系統 所以可能你們未升級到安卓9的時間 例如安卓8、安卓7等 可能和我所說的東西略有不同 都是以手機為主 因為它每星的字級一定有更改 我們點程式鍵 找到設定開啟 我們向上推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軟件更生 軟件更生開啟 軟件更生不是下座的軟件更生 是手機系統更生 裡面有一個 第一 它會通知你的 第一你下載並安裝 這裡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它是看你的檢查更生 它說現在最新版本 如果它是有更生 而你未更生 它會通知你的 告訴你你去更生 那你可以去第一下載 第二就開始更生 更生的時間 你要留意 因為我更生了這裡 沒有它顯示不出來了 更生的時間 第一 你一定要有足夠的電力 你最好衝著電去跟它 最好穩陣 因為更生有時都很久 第二個 在更生的過程 你不要打電話 什麼都不要動它 它在更生的過程 有時會關掉一部機 你不用管它 它又會自動開的 這些是這樣的 這些電腦都是這樣的 那你就要留意 如果你說即時更生 時間供不到 它會叫你用WiFi 那你自己想 你自己的網絡是怎樣 那你即時沒有時間 它又叫你安排時間 安排時間是什麼 安排半夜兩點 那你安排了半夜兩點的時間 你充著電 那你就開始叫它定了 安排兩點 那你最重要是連著網 你沒有網就不行 就是一定要連WiFi 或者一定要連著你那個 上台的數據那裡 那它就會到時 會自動跟你更生 你全程什麼都不用管 你睡醒覺就已經搞定了 那這裡是軟件更生 第二個 這裡 就透過WiFi自動下載 因為它的數據都挺大的 挺多的 有些成1G 那你開了它 就穩陣一點 有WiFi你先下載 沒有WiFi就算了 那我們這個就是這樣說了 那這裡下面呢 那有一個叫做用… 那這裡 上次更生就說了 那這裡 有一個叫做用戶搜冊 那用戶搜冊 那我這裡就不說了 你們自己買了 因為這裡太多了 你自己慢慢去選 就是說 這個手機裡面有什麼問題 你操作上有什麼不明白 你可以在這裡看就行 那它只不過我 就改為用口說 就是這樣解的 其實設定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在這裡有得介紹 那我們這個就是略過了 那我們現在就看了 看關於手機 這個關於手機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手機 究竟是什麼東西 裡面清清楚 都列了出來的了 你懂得看就看 不懂得看就算了 你最主要就是有看 這個就是軟件資訊 看看 軟件資訊裡面 有看到這些 你看到你自己 究竟你的手機 究竟是新還是舊 你看到 你看到 這裡看到 你無需要追求 它那些什麼什麼 你自己看到 你留意看到這兩樣 這個就是 One UI版本1 下面是安卓版本9 這個是最新的 現在剛剛安卓才再出的 這個是最新的 你自己看看 你的安卓版本是多少 如果你7 已經是3年前的事 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留意這裡 有一個叫做內部版本號 你新機買回來的時間 你就一定要在這裡去做 做什麼 我們現在退出來 這裡有一個叫做開發人員選項 如果你有些新機 未必有 見不到這項 見不到這項 去哪裡找 我們就在關於手機這裡 有一個叫做軟件資訊 開啟它 裡面有一個叫做內部版本號 你在這裡連續不停的 刷它7下 他現在刷它 因為我有 他現在告訴我們 其實已經開啟了 如果你未見到 有開發人員選項 你就刷它 好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 開發人員選項 開發人員選項 就不講得那麼多 這裡又有看 我現在慢慢給你看 你看到有開的 你就開吧 這裡先開開 這裡先開 我來電也給你看 這些跟你說沒用 這些其實 不要說我跟你說沒用 因為我也不懂 因為這些是給一些 開發軟件的人 怎樣開發軟件配合手機 這裡是給一些權 給各個開發人員 就是說我們用不到 你就不要管它了 自動更生系統 開啟了它 USB 正確你開啟了它 通常你駁到電腦的時間 要拿它來用 開啟了它 這裡 這裡透過USB驗證 開啟了它 你看著它 開啟了它 其他你不要管它 無線螢幕分享認證 你就開啟了它 網絡共享 硬件加速 就除了你 我就開啟了它 我們一路去看 一路去看 這些 有一件事你要做的 就是來到這裡 叫做視窗動畫比例 轉場動畫比例 Animator片場比例 你看到我這裡是0.5x 你點一下它 你點一下 你就可以設定為0.5x 你的手機說會快一點 這裡通通都是這樣的 這三個你一定要做 其餘的那些 你就不要管它 強制使用一點 就不要管它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個就完成了